昆宁宫是明清皇后的正宫,皇后是皇帝的正妻,身份尊贵,掌管六宫,但是在这些无上荣华的背后,在这座安宁祥和的昆宁宫里,却上演着异常场,被认为是天下最幸运的女人的不幸人生。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四集,昆宁不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一座浪漫的宫殿,皇帝和皇后大婚的洞房就设在这里,这里是一座华丽的牢笼,多少女人的风华与青春被锁在了这里。 昆宁宫,明清皇后的正宫,与乾清宫交相呼应,取天地合璧之意,寓意美好。 昆宁宫的女主人,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位列六宫之首,一朝国母,拥有至高至尊的荣耀。 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些无上荣华的背后,又有多少忧怨,多少惆怅,多少显为人知的悲剧人生。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童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四集,昆宁不安。 上一讲,我讲了昆宁大婚,今天还接着讲昆宁宫,故宫的昆宁宫,当年是皇后的正宫,昆宁昆宁,重在一个名字,特别是皇帝结婚的昆宁宫,一定要宁,安宁,宁静。 但是啊,恰恰相反,昆宁宫是不宁,有什么根据呢? 我想举正统皇后,家境皇后,同治皇后,这三个皇帝皇后做例子,我们来看一看昆宁宫是怎么的不安,怎么的不宁。 一,正统皇后,正统皇后,名字叫朱祁镇,他九岁继位,到结婚的时候,家里头给定了前世做她皇后。 这前世什么地方人呢? 是江苏海州,就是金,江苏省,连云港市,这个地方人。 前世跟正统结婚之后,正统这年是十六岁,跟皇后结婚。 这是在昆宁宫第一个,举行皇帝大婚的地后。 结婚之后,本来这日子过了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正统皇后啊,这个人还是对自己自律很严。 按那规定啊,就是一人做皇后,外戚都跟着封官。 明时记载说啊,故后家独封,独前皇后他们家没有封。 我查了一下,明时二百七十六年,皇后娘家没有封的,只有他们一家。 前皇后既然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既然对家里头有这么重视千训,是不是命很好啊,是不是一直都很顺呢? 不是啊,我归纳了一下,前皇后的,皇后的人生有八大不幸。 那八大不幸呢? 第一,是昼夜哭泣。 那做皇后干嘛要昼夜哭泣啊? 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啊? 过去我们讲过啊,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发生一个大事情,就是土宫堡之变。 明英皇帝被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给俘虏了。 堂堂大明天子啊,做了瓦剌部的俘虏。 大家想想看啊,前皇后在昆宁宫做皇后,突然之间丈夫被俘虏走了。 天塌了,心灵上承受了重大的打击啊。 白天哭,晚上哭,今天哭,明天哭,天天哭,太伤心了。 结果呢,不存一目,哭下了一只眼睛。 而且他哭的时候呢,还不光是坐在炕上,床上哭,坐在地上哭。 地上呢,又凉,到阴雨天呢,又潮湿,时间长了呢,叫又损一鼓,就是屁鼓就鼓。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可能是一侧,鼓鼓头坏死。 你看这个堂堂的皇后啊,瞎一只眼,又损一只鼓,就是又绝又瞎。 是人生很大的不幸吧,这是一。 还有二,二呢,是晴囊赎君。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的丈夫正统皇帝被俘虏了,经过谈判,要赎回。 赎回那时候明朝库里的钱又不多,战争期间,皇后,前皇后,把自己四方钱拿出来。 晴囊,所有四方钱,娘家赔嫁的钱,自己小金库的钱,全拿出来。 干嘛,赎君,想赎回他这个被俘虏的这个丈夫,正统皇帝。 经过朝廷各方努力,就算赎回来了。 按说事情完了吧?没有。 还有三,三是耐心劝慰,丈夫回来了,明英宗正统皇帝回来了。 回来这个时候皇帝是谁坐呢? 是他弟弟,景泰弟在那坐呀,他就不能在皇宫住了。 搬哪儿呢?搬到现在南池子那儿,有一个叫做南宫在那里住。 你想想看,过去丈夫是皇帝啊,回来在南宫里头等于软禁起来啊。 心情很坏,经常发脾气,喊声叹气,前皇后啊,很贤惠,耐心的劝,说哄着,让他排解犀利的烦闷,想法让他高兴,日夜陪着笑脸。 按说技术可以了吧?还不行,四呢,就更不幸的事情来临了,就是终年丧偶。 俗话说人生三大不幸啊,幼年丧父,终年丧偶,晚年丧子啊,他就碰上终年丧偶。 明英宗,就这个正统皇帝,活的岁数不大啊,活了三十八岁就死了。 那么前皇后的年龄呢,跟他应该差不太多,就是终年丧偶,丈夫死了。 这当时人生非常大的不幸啊,事情还没完,还有五,辉号之争。 明英宗死了之后,当然是新的皇帝继位了。 新的皇帝继位,这个前皇后没生儿子。 另外一个妃子生了儿子,人家那个儿子继承皇位了。 那个儿子他妈肯定就是,就变成太后了。 那他做什么? 按说他应该是太后啊,原来是皇后,先生死了,他自然就生成太后了。 但是人家那个小皇帝那个亲生妈不同意。 大臣里头两派,朝廷大臣的,有的拥护他做太后,有的顺的心的太后说,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周折。 最后才勉勉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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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百年之后和她同葬 因为当年明英宗危难的时候 这个乾皇后是尽了很大的心力的 所以一定要跟她同葬 有遗嘱的 乾皇后死了 按着这个遗嘱应当和明英宗合葬 在十三陵合葬 这个时候太后 太后姓周 周太后不同意 说是明英宗正统皇帝 光果旁边只能有周太后 有我不能有你 不能两个 这大臣就真啊 吏部尚书叫李炳 吏部尚书叫姚魁 以这两个尚书为首 连吉老 九十九位朝廷大官 一同呼吁 要给乾皇后 和他的明英宗皇帝 同葬 皇帝的请示 周太后不同意 右请还不同意 再请还不同意 结果这九十九个大臣 就到了皇宫里面 那个文化殿 我讲过 文化殿前的文化门 在文化门前跪着 来请求 不得了啊 九十九个大臣呢 在东华门里 那个文化门外 那跪着 请求 皇帝呢 又奏到太后那 太后还是不同意 不同意 这大臣跪着就不起 就右奏 还不同意 还跪着 右奏 还不能 还跪着 跪了四个时辰 自四至深 就上午九点到十一点 是四时 深时呢 就是三点到五点 我算了一下 少说跪六个小时 多说跪八个小时 用过去时间记得 比较含糊一点 最后 周皇后算同意了 同葬呢 事情还没完 还有第七个不幸 七是明坚组阁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明坚组阁呀 中坚是明英宗的棺材 左边是前皇后的棺材 右边是周皇后 就是周太后的棺材 这不就完了吗 不行 这个周太后啊 在阴间呢 还跟这个前太后俩争宠 怎么争宠啊 说这棺材不能离一边远 我这个棺材啊 离明英宗近点 离这棺材远 则树杖之外 在这隔着 这大臣还不干 说算了算了 反正算同葬吧 也算遗嘱吧 还不行 怎么不行啊 将来周太后的那棺材啊 和明英宗的棺材 中间就通着 前皇后 就前太后的棺材啊 隔树杖 中间不通 组合起来 在阴间还在争宠 后来说算了 算了 组阁起来呢 也算同葬了 也算合葬了 事情完了吗 还没完 还有八 第八个不幸 第八个不幸呢 就是不设牌位 这个时候前太后死了以后呢 凤仙殿 皇宫里凤仙殿 既是祖先皇 应该有她牌位的 但是 周太后不同意 说不能有她牌位 只能有我的牌位 不能有她的牌位 争啊争啊争啊 争到最后 不设牌位 就前皇后啊 在凤仙殿 没牌位 就是不承认她 不是一个木头牌位的事 就是不承认这个地位 堂堂的明英宗正统皇帝的 第一任皇后 从大明门做花轿 经过成天门 钻门 五门 这么抬进来的 最后凤仙殿 连个牌位都没有 八个不幸 所以我说这昆宁宫啊 这是皇后 第一个抬进来的 住在昆宁宫的皇 就是不安 昆宁不安 那有人说了 你这是个案 你这是明英宗 住的地方个案 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呢 下面我讲 二 嘉静皇后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将韩蓝 一入宫门 深似海 后宫家历三千 可是皇帝只有一个 争风吃素 明争暗斗 成为后宫永恒不变的主题 明朝家境皇帝 先后有四位皇后 那么这四位皇后的命运 是怎样的呢 他们在昆宁宫里又上演过怎样的故事呢 嘉静皇帝生前啊 有四个皇后 这四个皇后 她是不是在昆宁宫都很安 安静安宁 我数了一下 诸位啊 一个没有 四个皇后全是不安 昆宁不安 不宁 第一任是陈皇后 陈皇后是元成 今河北省大明县人 陈皇后和嘉静皇帝结婚之后 本来夫妻俩关系还行 有一天啊 这个嘉静皇帝和陈皇后 就坐宫里头喝茶 说话 这个张飞喝这个方聘 奉茶上的现茶 现茶的时候 但手端着茶杯了 嘉静皇帝这时候 也就是23岁左右 很年轻的时候 看到张飞的这手呢 这皮肤是又白又细又嫩又亮 很喜欢 就盯着看 注意啊 还没有像电视剧说呢 把手拿过来 握一握一握一握 更没有像电视剧把抱到怀里 这些都没有 没有碰 就是看着看着看了 就是皇后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她又没有忍着点 忍下没有 不是端茶茶杯吗 她生气把船 一蹲 这个时候家境皇帝 一看皇后一蹲着茶杯 还没摔呢 就一蹲 不高兴 当时脾气暴怒 发脾气 皇后一看 家境皇帝发脾气了 发怒了 就吓得哆嗦 就回宫了 这时候臣皇后是怀孕了 怀孕了受的突然的惊吓 就流产了 流产了 大人和孩子就都死了 你说堂堂的大明皇后 就这么样 就死去了 这算不幸吧 死去以后六宫不能无主啊 得有人做六宫之主啊 谁来做皇后啊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端茶类 这个张飞 她继承了皇后 张飞继承 册封了皇后之后 她是六宫之主了 皇帝又很喜欢她啊 但是啊 仅仅喜欢了五年的时间 这个张皇后啊 就被废了 为什么被废了 没说 历史也没记载 所以她什么地方人 明石后飞继承也没记 就她这一任五年就废了 做皇后啊 也不是铁饭碗啊 做了五年就给你废了 废完就打入冷宫了 其他记载都没有了 那当时很凄惨了 可六宫又不能无主啊 还要再立一个皇后啊 所以第三任皇后呢 就是方皇后 这个方皇后 我过去提过 我讲过 家庆皇帝在后宫发生了一个宫变 叫任阴宫变 就是宫女杨金英等等几个人 趁那家庆皇帝睡熟了 玩了那 白领子 套着脖子 勒死她 你断了气了 皇后紧急跑过来 就是这位方皇后 跑过来之后 马上传达通知羽衣的许身 进来之后 下猛药 好几个时辰 家庆皇帝从断了气以后 哦的一声 吐子穴 数声 救了家庆皇帝一命 所以家庆皇帝对这方皇后啊 是很感恩的 方皇后 她之所以能当皇后 还有一个故事 我在这里要简单说一下 就是到方皇后做皇后之前的时候啊 家庆皇帝还没儿子 第一任皇后死了 第二任皇后废了 到这时候她还没儿子 那大臣排马屁 有一个大臣叫张聪 也叫张福敬 排马屁 说啊 为什么皇上在盛年的时候没孩子呢 就是非聘太少 他说过去是这样子的 六宫之外 有三夫人 三个夫人 三三建九 有九聘 三九二十七 有二十七 是父 夫人的父 九九八十一 有八十一 玉七 我算一下 合一块 一百二十多人 他这个建议 也正中 家庆皇帝的心怀 家庆皇帝 玉匹 润之 可以 这么就从天下的选 年轻的 漂亮的 聪明的 贤惠的 淑女 一百多位 就到了宫里头 那么 这个方皇后呢 原来是聘 完了就升到妃 这一次就升到皇后 升到皇后 就演绎出了 他旧家庆皇帝的故事 按说这方皇后命挺好 又聘到妃 又妃到皇后啊 但是方皇后啊 有一个事情 就是旧家庆皇帝 我讲过那个许臣的御医 受惊吓了 后来就死了 那方皇后在那天夜里头 也受到巨大的惊吓 中了病 不久 就方皇后也死了 第三任皇后又死了 该第四任皇后了 就是第四任杜皇后 杜皇后是大兴 今北京世人 她本来是聘 后来进为妃 皇后空缺 她又进为皇后 按说杜皇后 你又聘生到妃 又妃生到皇后 而且又生了儿子 你这不是一路顺吗 不不顺吗 很遗憾 这个杜皇后 福风还是不够 本来等家庆皇帝死了以后 儿子继承皇位 你不就太后了吗 没等皇帝死 没等她的儿子继承皇位 没等做太后 她自己先死了 那也很不幸 所以杜皇后 没有享受到做皇太后的情福 我们看看 家庆皇帝这四任皇后 第一任惨死 刘柴死了 第二任不明不白的废了 抑郁死了 第三任受了惊吓 得病死了 第四任生了儿子 还没等儿子做皇帝 没等做太后 自己轻浮不够 死了 所以都是不圆满的 那有人说 你就举了家境和正统两个例子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例子 清早是不是也这样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境韩蓝 贵为皇后掌管六宫 不仅要处理好与妃嫔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不容忽视 那就是皇帝的妈皇太后 作为儿媳的皇后 一旦得罪了这个婆婆皇太后 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还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我再举第三个清朝例子 三 同志皇后 同志六岁继位 本来应当十四岁结婚 因为顺治皇帝十四岁结婚 康熙皇帝也是十四岁结婚 她妈妈 她妈妈 慈禧太后不同意 拖到十五 不同意 拖到十六 不同意 拖到十七 你不好再拖了 慈禧太后主持 选了一个皇后 皇后娘家呢 叫阿鲁特氏 是蒙古人 这个皇后出身不一般 这阿鲁特皇后 她出身于相府之家 书乡门第 怎么说相府之家呢 这个阿鲁特皇后的祖父 叫赛尚阿 是大学士 宰相一级的 当时相府之家 她爸爸叫崇禧 是状元 当时书乡门第 她爸爸这个崇禧 不是一般的状元 我们知道 清朝入关以后 二百六十八年 清史稿重启传说 有清这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 满洲人蒙古人 用汉文来参加科学考试 中了状元的 只有重启一个人 他之前也没有 他之后也没有 所以清史稿一个评论 叫世论荣之 是读书的人 舆论 以此为荣 是不容易 这个小皇后啊 就生了这样的这么一个家 她这个家呀 很有意思 那时候女孩子不能上学 那小皇后 这个阿鲁特是 小时候谁教的呢 她爸爸亲自教她念书 你看看 人家老师是 状元老师在家教的 教的经 史 天词 作诗 写字 所以阿鲁特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素养 而且他们的家是非常政治 怎么非常政治呢 我讲两个故事 我讲两个故事 一听 大家就明白 第一个他爸爸 他爸爸中了状元 做了汉人院的修转 后来又做了市讲 又做了日讲起入官 做了上书 做了部长 政部 在八国联军的时候 他爸爸 就是冲启 从北京就到了保定 到保定连池书院 在那儿 带了一段 也交点书 后来在那个地方 觉得行事太险恶了 他爸爸就上吊自杀了 这是后话 那他妈妈呢 阿鲁特皇后他妈妈呢 他妈妈很有顾气 八国联军 侵入北京的时候 他妈妈呢 把他们这个院 他爷爷是宰相 他爸爸是壮严 是一个大的四合院 名人把门关了 他院很大 院里挖两个大坑 两个大坑 他妈妈呢 是有一子四孙 坑呢 是分男女 一子四孙男人 到左面的坑 儿媳妇等等 女性到右面的坑 他们都跳到这坑里头 命令人 家人 活埋 把他们都活埋了 全家 寻难 这当然也是后话 从皇后阿鲁特 是他父亲和他母亲 最后的结局 和他的爱国的古迹来看 他的性格 是不平凡的 那么阿鲁特是 正式名门正取 通过大婚 进了坤丁宫 做了皇家的儿媳妇 但是阿鲁特是和同志 大婚在坤丁宫 只待了两夜 第三天就搬到哪了 体训堂 就是养心殿后殿 体训堂 我们到故宫餐馆都会看到这 没有在坤丁宫 渡灭 这阿鲁特是跟同志结婚 两年的时间 同志就病了 思习太后不喜欢阿鲁特 喜欢同志会妃 就让同志晚上不跟阿鲁特同房 要跟会妃同房 同志又不愿意 他妈妈的意志又不能抗拒 怎么办 同志独身在养身点水 后来同志病了 皇后知道了 皇后就到同志养心殿病房 去看她丈夫这先生 这是人之强行 人家这夫妇 皇帝跟皇后之间 难免说点私房话 因为你皇后也不能每天都见 普仪 我的前拜生 里头有一段就说这个事情 大义是这么说的 说皇后阿鲁特是 到了养心殿 同志皇帝的病榻前 小夫妻俩 说点私房话 亲亲热热的 思习呢 派人在那监视 监视的太监和宫女 回去秘密报告思习了 皇后阿鲁特是和慈禧太后的婆媳关系一直很紧张 那么当慈禧听说阿鲁特是竟然敢违背自己的意志投回皇帝的时候 一向跋扬的慈禧会对这个小皇后做什么难 慈禧生气了 慈禧啊 是旧社会的寡妇心男 不喜欢自己儿子 儿媳妇气热 慈禧怒气冲冲就来到了养心殿 一看儿子同志 儿媳妇阿鲁特是在那说话很亲热 慈禧接受说 做什么呢 一把薅住了阿鲁特的头发就拽出来 拽出来就命令太监 大将伺候 就要打呀 停账那个账啊 你想想这么一个年轻的小皇后 一个弱女子怎么禁得住那个大账来打呀 而且还有剥了衣服打呀 这时候这个小皇后就特别着急 就说了一句话 集中说了一句话 说儿媳妇是坐了凤雨 从大清门抬进来的 给媳妇留点体面 这话说的也对呀 我是大清门 天安门 端门 武门 太和门 正中门抬进来的呀 但是头望了一句话 他太着急了 说的话 慈禧没有啊 慈禧您是 您是秀女啊 您是在神武门那儿啊 遛了门边在那儿等着挑选的呀 玩了做郎贵人呢 慈禧本来是想 先锋皇帝给他 册封的一个皇后啊 没有啊 所以到先锋死 他才是妃子啊 这句话正好撞到慈禧心口里了 慈禧暴怒 这个时候同志皇帝呀 就恋下戴精 就这哆哆 就呼过去了 慈禧一看呢 他儿子呼过去了 就暂时没有用仗 没有打仗伺候 就赶紧抢救他的儿子 御医来来看 但是同志皇帝受了惊吓 病加重 后来就死了 死了本来同志死跟皇后没有直接关系 自己发话 同志皇帝的死就是用阿鲁德是不好 气死了 责任都在 就皇后 你说这个小皇后哪就得了啊 同志死他十九岁啊 小皇后比他大个两三岁啊 就二十一二岁啊 这么一个年龄啊 丈夫死了 天大了 心情不好又哭 慈禧就是心情不好也要哭 这小皇后就寻死寻活 寻活的呀 他爸爸又重启看到这情况了 很着急呀 就报告慈禧皇太后啊 说你看啊 这个大兴皇帝的皇后 怎么办呢 慈禧呀 做婆婆的甩了一句话 随大兴皇帝去吧 什么叫大兴皇帝呀 皇帝死了 下葬之前 这一段时间怎么称呼呢 叫大兴皇帝 随大兴皇帝去吧 什么意思啊 就让他寻死啊 他爸爸重启 也不敢 不说呀 就把这话告诉女儿了 说太后说 让你随大兴皇帝去吧 这不就逼他死吗 那我就死吧 春京 春京完了 有避兴 最后啊 同志皇帝死了 七十四天 我计算一下 七十四天 出来 阿鲁特氏就死了 史书怎么记载啊 霍云绝石崩 霍云吞金死 霍这一个说法呢 就是绝石 饿死了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吞金死了 总之吧 同志皇后阿鲁特的死 也是历史的一个遗案 明朝清朝三个皇帝 就正同家境同志 三个皇帝 六位皇后 正同一位皇后 家境四位皇后 同志一位 我一共六位皇后 他们人生的种种不幸 我就想起了一个事情 明史 有一个传记里头 说了一个事情 就有一个皇后啊 他妈妈呢 夜里做一个梦 做梦啊 做一个圆的月亮啊 头到怀里头 就怀孕了 生下这女儿 这女儿后来做了皇后 这个事情是真的 还是编的 我们就不管它了 就是做父母的呀 就希望自己的女儿的一生 像圆月一样 幸福美满 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家呀 就是皇家的皇后 在女人当中 是至高至尊 至富至贵的 他们的命运 伤切如此啊 他们的命运 都不能像圆月一样 幸福美满一生啊 所以一般的老百姓 碰到一些挫折和困难 也都可以把它散开了 谢谢大家 昆明宫是明清梁朝皇后的正宫 可是在昆明宫里 单独有一间房子 里面没有别的陈设 只有三口大宫 这种奇怪的设置 究竟能藏展怎样的秘密 一段传奇的故宫往事 如何唤起清朝皇家 轰硕迷离的先祖记忆 今天关注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二部 第五集 昆明萨满